我们不用很麻烦很累就可以学音乐 哈喽我是跳男 距离上半期投稿过去好长时间了 这个断更也是比较无奈 之前事情确实有点多 实在抽不出精力 先给大家道个歉 sorry 那么也希望大家没有把之前内容忘得太彻底吧 希望 如果实在想不起来 可以给大家回去补一补之前的课程 那么以前提过一些重点呢 我会尽量告诉大家去哪里回顾的 好了不废话 我们今天继续来认识一下我们这个大小调 大与小 下 那么上半节课我们花了几分钟时间来熟悉 这个大小增减阴呈的判别方法 也趁机填了我们这个阴呈的表格 但今天呢基本上用不到这个表格 它不是今天主力 今天主力是谁你猜一下 又是五度圈 没错五度圈 所以大家还是要把自己原规掏出来 等一下我们这个五度圈表格里呢 会有新东西要填进去了 好的 说到大小调 大家应该是并不陌生啊 就算你原来完全不懂阅历 肯定也没少听人讲过 比如说大调比较愉悦 小调比较忧伤 类似这样的形容词很常见 那么键盘上就这些音 为什么有的组合就能成大调 有的组合就成了小调呢 我们回头想一下 这个大调的组成方式 我们在五度圈那一刻也已经学过了 就是导人没发苏拉西嘛 一二三四五六七级这样逐次排列 然后呢 我们也有了这个自然音阶表格 对不对 看一下你手里的表格啊 我们万事俱备 唯独只差说清楚 这个大小调之间的区别了 那么凡事从简单的开始嘛 我们就继续用我们的老大哥 C大调来展开讨论一下吧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呢 接下来我说的这个 所有的大调小调啊 默认都是自然大调和自然小调 所谓的自然 之前也讲过对不对 就是我们组成音阶的这七个音 在五度圈上能连起来一片 那才叫自然 别忘了哈 OK 首先我要问这个C大调 它对应的小调是什么呀 我可以这样告诉你 能问出这种问题的人啊 他显然不够严谨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答案 严格来说有两种 分别是C大调的同名小调 C小调 另外还有一个C大调的平行小调 也叫关系小调 是A小调 那么问题来了 哪一个小调跟C大调的关系 更亲密呢 答案是 有的条件下 C小调更亲密 有的条件下 A小调更亲密 那么C大调和谁的组合 更加常用呢 我觉得一般来说是A小调 但两种情况 当然都有了 哎呀完了 这个稍微有点 要被绕进去 这个意思是不是 不过不要慌 我们只要搞清楚 这个同名大小调 和平行大小调的区别 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而相比之下呢 这个平行大小调的概念 解释起来会稍微容易一些 我们就先从它开始吧 这个平行大小调里的平行呢 你就脑补成平移的意思就好了 简单来说 你拿到一个大调音阶 导人米法斯拉西 1234567 你把它的顺序平移一下 怎么平移呢 把6挪到开头 这新的7个音 就能组成一个平行小调了 简称什么6小 6小啊 好 我们拿C大调举例子了 这个导人米法斯拉西 在C大调里对应的就是白件嘛 CDEFGAB 我们只要从6极音A 从亲往上数7个音 也就是ABCDEFG 这7个音呢就可以组成A小调的音阶了 它跟C大调之间就是一个平行大小调的关系 移完之后你就会发现 其实组成这两个调的7个音 它是一毛一样的 唯独不同的只有顺序而已 这就是平行大小调之间的关系 那至于它为什么变成A小调的原因也很简单 因为现在我们这一溜 你看啊 第一个音现在不是C了 是A了 所以我们把它叫A小调 而不是C小调 啊 我这个老大哥当得好累啊 让我歇会啊 好 现在我站在牌头了 我才是你哥 那么在这个A小调里头呢 主音也已经换人了 因为我们叫它A小调 A小调 A小调 主音当然是A了 正好是我们第一个音嘛 所以A也是一极音 而且要强调 A是A小调的一极音 因为在C大调里头 A又变成六极音了 像极数这个概念啊 你一定要配合这个调性和调式一起说 它才有一个参考的价值 记住了吗 好了 用一句话来解释 这个平行大小调是怎么转换的 那就是把这个大调的六极音啊 拿出来当新的主音 重新往上排七个音 就构成了新的平行小调 我们举一反三啊 再拿一个例子来 来 拿出你的这个自然音阶表格 我们随便挑一个 比如这个B大调 好 B大调对应的平行小调式是哪个调呢 我们只要看一下这个六极音是谁就好了 定睛一看啊 是升G 所以这个B大调的平行小调 就是升G小调 它的音间呢 你就从六极开始往上数就好了 像这样写一个循环 怎样 是不是很方便很快捷呢 按照这个方法呢 我们可以很快把所有大调 对应的这个平行小调啊 通通都写出来 我们不如就写在五度圈 对应位置的这个内环里就好了 大家对着这个六极音的位置 一个个来吧 这里要注意一下写法 当我们要强调一个调式小调的时候 就在后面写一个小写M 代表minor的意思 全世界都是这么干的 OK 给大家点时间写一下 这个很简单 我们就直接放答案吧 那么写完之后还有一点注意啊 那就是这个小调在写五线谱的时候 这个调号怎么处理啊 答案呢 当然是跟平行大调一毛一样了 毕竟组成这两个调的 七个音都一毛一样是吧 要升一起升啊 要降一起降 当然不影响这个调号升降号数量了 你说对不对啊 所以把它们写在五度圈相同的位置呢 刚好能对得上外面这个升降号数量 对不对 Momentai OK 以上平行大小调的问题 我们就搞定了 之后我们再回头看这个同名大小调 就容易得多了 来 我们继续啊 同名大小调是什么 同名大小调是什么意思 出自哪里 今天小编就来帮助大家了解一下 同名大小调到底是什么 我们用C大调来取例 C大调的同名小调 显然就是C小调了 那么C小调的组成又是哪些音呢 不必慌张我的朋友 只要看一下C小调和哪个大调在五度圈的相同位置 我们就能解除这个答案来 来 我们一起看一眼 哦 我的上帝 C小调原来和将异大调在同一个位置 那七个组成音就可以从将异大调中提取出来 我们只需从六级音开始向上逐击数 就能将其一一罗列在此 好了 以上就是同名大小调的含义和出处 希望小编精心整理的这篇内容能够解决您的困惑 啊 好好好 玩够了玩够了 哦 我们还没讲完呢 刚才这个是借助五度圈来找这个同名大小调的操作 现在我想反向操作一下 咱刚才不是找过A小调吗 我想把A小调对应的那个同名大调 A大调也给搬出来 这个我觉得就不用求助表格了吧 是吧 A大调几个声号来着 三个 哪三个呀 老师 口诀我忘了 看见我这把大刀了吗 发刀 嗯 乖 然后呢 发刀 这不是记得挺清楚的吗 好 三个声号啊 FCG 所以A大调这个音阶我们也有了 接下来呢 我们把这个C大调 C小调 还有A大调 A小调 这两对同名大小调的音阶都摆在这里 我们来看看其中有什么规律啊 你有没有发现呢 这个声降号的变化都集中在这三个位置 仔细一看就会发现啊 相对于大调呢 这个同名小调在三级 六级 七级这三个音的位置 它都下降了一个半音 这完全可以作为我们判定大小调的依据啊 简单来说 我们之前大调不是导人密发索拉西 1234567嘛 按照现在这个理论 小调我们只要把367米拉西这三个音 我们统统加上一个降号 那这样构建出来的这个结构 是不是可以作为自然小调的通用结构呢 我们来验证一下 还是随便找一个别的调啊 比如F大调吧 我们先按顺序把F大调写出来 想要得到F小调呢 我们在F大调基础上把367这三极音啊 都降一下 我们得到一个新的音机来看一下 这样我们新鲜的F小调就出炉了 依旧可以在五度圈上来验证一下它的对错啊 我们可以找一下F小调在五度圈哪个位置 它跟这个降A大调在同一个位置啊 而降A大调的组成音是不是这七个呢 怎么办 看我们的表格啊 是吧 自然音阶表格降A大调瞅一眼 嗯 Bingo 严丝合缝 稳如狗啊 之前我们费老大劲做这几个表格 关键时候还是很靠谱的 至此我们还没说完 最后我们再瞅一眼我们这个强化之后的五度圈啊 如果你稍微细心一点的话 就会发现这个同名大小调 在五度圈上的距离 诶 恰好是个九十度 逆时针转三下就能找到对应的同名小调 这转三下意味着什么来着 啊 我们之前学五度圈的时候 不是分析过那个升降号生成的规律吗 当时就有提到过这个 我们每逆时针转一个位置就会多一个降号 所以呢 逆时针转三次就会多三个降号啊 啊 哪三个来着 让我想想 口诀 嗯 反过来啊 西米拉 诶 没错 就是西米拉 七三六这三个音啊 所以我们这个同名小调要降三六七这三个音理由 是不是找到了 嗯 五度圈果然牛皮 对不对 OK 我们掌握了两种大小调转换的相关知识之后 还是按照惯例我们实战演练一下 这次要把大家熟悉一些大调曲目 改成小调的版本 啊 类似的玩法我在网上也见过不少了 而现在 你学完之后也能亲手整上一次了啊 实战演练 首先呢 我们用平行大小调的转换来做一次练习啊 简单起见 我还是先再用一次上节课那个小星星吧 左手伴奏我弹归弹 但这里我就不写上来了 大家只注意右手的主旋律本身就好了 好 这是一个C大调的曲子嘛 C大调平行小调咱们说过是A小调 现在只要把A小调列出来 然后把上面的音一一替换掉就行了 另外呢 因为这个平行大小调共享同一个调号 所以我们五线谱上这个调号也不用改 不用写额外的升降号 大家可以试着自己换一下 暂停一下 给大家点时间 好了 换完之后的谱子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这就是A小调版的小星星 我们姑且叫它小小星星吧 顺便我左手伴奏的那些部分啊 虽然我这里没写 但是我也跟着一起改调了 总之我来弹一下听听效果好了 感觉如何 是不是有股淡淡的忧伤 涌上心头 这大概就是小调的魔力所在吧 OK 说完平行大小调之后 我们再来看看同名大小调的转换啊 这个同名大小调转换有一个好 它转换之后的大多数音 该在原来的位置还在原来的位置 我给你看一下 比如这个C大调C小调 它只有367这三极音 会有一个半音的升降 所以整个曲子 其实保持在了一个稳定的音高啊 而且同时你用这种大小调的切换 就能营造这种情绪上的波动 这对于做曲家来说 真真是一个非常爽快的体验啊 这个例子呢 我就不拿小星星举了 我想拿一个 就拿哆啦A梦来开刀吧 我记得之前B站上看过 有人迫害过这首歌了 正好借这个机会 我们来学习一下 它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啊 首先我还是把原版谱子 帮大家扒了下来 这里依旧做一些简化啊 当然因为没跟大家讲三联音的知识 所以我这里先写一个86拍啊 诶 今天怎么没有逮瞎户了啊 我就说嘛 怎么可能没有呢 是不是 这里我们还是哆啦A梦 节选一小段 咱们先听听看原版的啊 这是一首非常欢托的D大调的曲子啊 你看这个调号有两个声号嘛 D大调没毛病 那么我们接下来要把它变成同名的小调 也就是D小调的版本 那我们还是先搞清楚 D小调都有哪些音来组成吧 看一下五度圈 可以看到D小调和F大调在一起 那么用F大调的六级音 D 我们开始罗列 就能得到我们想要的D小调音接了 写出来看看啊 你看这个组成音里 还是刚好跟F大调一样 只有一个降B式降号 所以我们的调号也是跟F大调一样 只有一个降号啊 好嘞 接下来我们的步骤跟之前一样 还是把每一个音都一一替换掉就行了 这次节约时间 我就直接把第一句做好 大家来听一下有什么问题没有 好像是有那个意思了 但总觉得个别地方怪怪的 比如这里 有什么办法 把这些强行转调之后 让人不爽的地方改掉呢 其实同样的问题啊 早年音乐家们早有一个解答方法了 只要在做这种大小调的转换的时候 不去管那个七级音 我们只降三级和六级 七级音就不要降半音了 这样改完之后 听上去就会好得多 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把之前降了的那些七级音 也就是还原C啊 我们全给它改回原来的声C 我们再听一遍看看好不好 哎呦 是不是瞬间有一股那个俄罗斯前苏联的质感啊 或者有人会觉得是有点像那个什么啥 进村的那种感觉啊 总之这个味道听上去就好多了 像这样我们刚才把自然小调音阶里头 这个七级音的降号拿走啊 这个排列呢 这种组合 它就不再叫自然小调了 而是有一个新的名词叫做和声小调 而我们刚才改完的这个版本呢 就变成了地和声小调版的机器猫 我们把这个组成它的七个音 放在五度圈上一看 哎 现在已经是不连续的状态了 所以这个音阶呢 它不是一个自然音阶 你要记住 说到这里你要知道 其实和声小调啊 不管在古典音乐 还是很多现代流行音乐里头呢 它的应用都比自然小调更加宽泛一些 更加好用一些 主要原因就在于这个七级音的保留啊 因为我们不降它的话 它和一级音 也就是我们主音之间 依旧保留一个半音的距离 这个在和声学上来说 会更符合听觉的习惯的 当然因为涉及了和声学知识 具体我们只能之后有机会再讲啦 总之在很多情况下呢 用和声小调的效果 会比自然小调要好一些哦 有机会的话 你自己改两手玩玩 指不定有多乐呵呢 OK 今天内容我们就讲这么多 现在我们就知道了 每一个大调可以对应出两种小调来 分别是它的平行大小调 和它的同名大小调 顺便我们在练习的过程中 学到了这第一个 不自然 但是更加常用的和声小调音阶 而想要探求更加深入的这些原理呢 你之后将会不可避免的开始学习 跟和声和弦有关的姿势 而那就是另一个故事啦 呸 我们下节课就要开始讲和弦了 走到这一步不容易啊 大家再接再厉啊 我有机会我会尽快更的 咕咕咕 哈哈哈哈 如果你喜欢这一期视频 或者对我后续的教学内容有期待的话 欢迎素质三连来对我进行支持 另外对本期视频有疑问 或者觉得有错误的话 您可以在评论里留言 我会尽量回复大家 我们下一期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